亲爱的灵魂家人 今天我们通过陶罗牌占卜来看一下 你心中想的这个人 你们之间到底是怎样的缘分 你们之间有怎样的未来 他当下对你的真实感情 真心化又是什么呢 今天就通过陶罗牌帮你知人知面也知心 好好的利用陶罗牌是可以帮助你 审判当下周围的人事物 让你有更多的思想 让你有更多的选择 让你有更多的觉悟 去用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角度去审判当下周围的事情 所以利用好陶罗牌呢 是可以帮我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也是可以让我们拓展自己的思维 扩大自己的能量的 所以你喜欢今天的这个占卜 记得点赞 记得分享 也记得多多的留言 你的每一条留言 都是可以帮助这个视频分享 给更多人阅读的 那今天呢 桌面有三个水晶石 一个是粉色水晶石 一个是绿色水晶石 一个是紫色水晶石 你可以通过水晶石进行选择 你也可以通过牌卡进行选择 我们将抽取三组牌组 然后传递宇宙给你的讯息 当下呢 请心里想着 跟这个人之间的联系 左边这是第一组 中间是第二组 中间是第二组 最右边是第三组 所以我们有占卜师 有狗狗 还有我们的羔羊 那在进行选择之前呢 我们要来进行一个 静心的冥想小仪式 在进行冥想小仪式之后 我们再进行牌卡的选择 首先请跟我做 闭上眼睛 大口吸气 大口吐气 排出所有的杂念 什么都不想 把专注度放在呼吸上 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 宇宙请告诉我 关于这个人的讯息 我应该如何对待呢 感谢你的指引 当你睁开眼睛 看到的那颗水晶石 或者是那张牌卡 就是宇宙想给你的讯息了 选择好之后 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 有对应的每组牌卡的时间 我将以左至右为大家进行占卜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JSY的频道 记得订阅JSY的频道 我将持续给你带来丰富的占卜的 那现在你选择好了吗 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咯 亲爱的灵魂家人 我们来接收宇宙给你的讯息 那现在呢我会为你抽牌 一部分一部分为大家进行占卜 你心里面想着这个人好吗 想着你跟他的联系 今天的占卜呢 不只是撤恋人哦 你也可以撤自己的朋友 自己的同事 或者是自己的暧昧者 或者是自己喜欢的人 无论是任何关系都可以撤 只不过在这个占卜语言上面 你稍微的去做调整一下就好了 好 首先 旅程 一条很长很笔直的道路 荣誉 激情浪漫 值得等待 治愈的能量 他非常的欣赏你 而且非常的尊重你 他觉得你是一个很有力量 而且很有上进心的人 你在你周围的环境里面 名声应该是比较好的 是有好的品质 那是有好的思想 也会给他带来一些正能量 他希望在当下自己的人生阶段里面呢 可以跟你有更多的分享 可以跟你共同的去进步 共同的去感受 他对于你们之间的关系 没有太多的一些限定 不会以结果为目标去给你有情感的熟悉 但是呢他希望你们之间会少一些挑战 会少一些弯路 而且可以陪伴大家走一长段人生之路 不要是短暂的激情或者是短暂的友谊 那么他对你呢也是比较有信心的 想要跟你建立更多的浪漫 想要跟你更多的约会 想要跟你去参加更多的一些活动 他觉得你们两个人其实是比较合拍的人 而且呢他多多少少打心底里面 觉得你很纯真 很喜欢你 那也很敬重你 有时候你会给他思想上面一些正面的启迪 那有时候呢 你也会给他一种很体贴 很温暖的感觉 有时候他也 你也会去治愈到他 当他去在你面前 有些消极的时候 或者是有些悲伤的时候 或者是有些恐惧的时候 也许在聊天的途中 也许从你身上 他感受得到更多的积极阳光 他会觉得跟你在一起 他会放下很多的负能量 他会放下很多消极的想法 你是他一直想找的那种朋友 或者是那种建立情感的人 在你们之间 整一个目前熟悉的交流之中 他都是觉得很舒服的 而且他在你面前 也会比较坦诚 很比较直接 他想说什么 他想做什么 都是在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 好像你是可以理解到他的 即使有时候 他在你面前有一些抱怨 或者是传递一些不安感 你的一些话语 都可以安抚到他 都可以给他足够的一些舒适度 曾经呢 他的原生家庭 有让他小时候 内心的小孩 有过一些创伤 让他在人际关系交往上面 不敢太过于的open 或者是太过于的信任 也不敢去建立忠诚的关系 害怕 自己太多的奉献之后 会受到伤害 情感里面 他有蛮多的不安全感的 但是跟你在一起 你有疗愈到他 有让他 更加的阳光 更加的开朗 而且 也让他的思想 格局会更多的打开 他从你身上是感受得到一些很强的力量的 所以你深深的吸引着他哦 让他想要继续维护你们的关系 想要你更多的欣赏他 在乎他想要跟你呢 走一段非常长的路 就是在自己的人生阶段里面 他没有想过 一定要你陪伴他到老 但至少来说 在当下的阶段 他会觉得 跟你在一起 他只会变得更好 他绝对不会变得更差 而你们两个人的情感关系哦 很可能确实会走得非常的好 走得算是比较顺的 虽然刚开始 两个人是有一些对立的观点 或者是一些个人的差异的 可能沟通上面也有些差距 可能也不会很快的把心房打开 然后很坦诚 各自呢 还是有一些隐私 各自还是有一些保留跟界限的 两个人也不会在相同的 生长环境里面长大 你们从小的就接受到的 家庭教育啊 学校教育都有一些偏差 在有时候一些沟通上面 还没有办法感同身受 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体谅 理解到对方的意思 甚至有时候讲的话呢 也会传递一些误解 可能你讲的是往左走 但是他接收到的讯息是往右走 所以会出现一些焦虑 会出现一些不太和 不太完全和拍 磁场也有一点不太相近的状态 不过呢 大家都没有会因为 一些语言上面的不和 想法上面的不和 而指责对方 而觉得好像对方跟自己不适合 反而保持着一种很开放的心态 那很高兴遇见跟自己想法不同的人 会给自己传递一些不同的世界观啊 那不同的看事情的角度啦 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啦 也会让自己呢积极的去争取 创造两个人更多沟通的交流的机会 在这样的一种正面的积极之下 其实两个人是可以磨合的 至少愿意去倾听对方的想法 至少愿意跟对方有更多的一些接触 即使对于有的朋友来说 当下还在试探的一个阶段 还在审判的阶段 但都不会因为大家有一些差异 而去全然的否定对方 或者是逃避对方 还是愿意做一些积极的动作的 其实两个人呢 会让这份情感更多创造一个平衡 大家算是将心比心的 不是一个人追一个人逃 而是都愿意这一次 你邀请下一次 他邀请会有你来我往 这种能量在你们之间流动的 而且也愿意让这份情感呢 走得更加的健康 让彼此有心灵上面的接触 让彼此去努力滋养你们之间的关系 而在这份情感里面呢 其实大家愿意去做持久耐心 的一个稳定性的维护 愿意去给予彼此更多的支持 更多的帮助 更深的承诺 你们两个人有能力 让你们的关系 有更多加深加厚的这种状态 是可以进入到深层次精神上面的连接的 可以互相传递智慧 可以互相传递好的能量 可以互相传递很多一些积极的思想 不会一直停留在一个肤浅的关系 不会一直停留在一个有差距的关系 你们是会越走越近的 而且你们之间慢慢情感的交流加深 并不是很浮躁 也并不是很冲动盲目的 而是一种优雅的循序而进 细水长流 顺其自然 很舒服 很自在的一种状态 有时候可能忙碌之下 对方没有马上接到电话 没有马上回信息 也绝对无所谓 当他空了的时候 当他有足够的时间的时候 去可以跟自己回信息 所以也是蛮有自由度的 也是蛮放松的 对对方没有太大的一个要求 你们也没有太多的一些压力 也很尊重对方身上的一些不同的性格 一些不同性 而且在你们之间的语言上面 也会去做很真实的表达 虽然有时候会有一些自我包装 会把自己最优秀的一面展现出来 可能也会担心 对方看到自己的缺点 会不会没有那么的喜欢 或者是没有那么觉得合拍了 其实有时候会有一点点这种焦虑 但是很快就会调整 不会为了获取对方的喜欢 而去虚伪的掩饰自己的缺点 会真真实实的把自己袒露在 暴露在对方的面前 放心说如果喜欢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往前进 如果不喜欢的话也没有关系 各自安好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心灵状态之下 两个人真的是可以达到互相平衡的关系 会走得越来越舒坦 越来越舒服 周围呢 应该也会慢慢的有人开始 更加的祝福你们两位 我看到他对你的语言都还是非常的正面 非常的积极 而且他不希望自己对你的这种喜欢给到你任何的打扰 给到你任何的不舒适感 你们两个人可能是有中间的第三方 或者是有第三个人 也许你们是通过其他人认识的 也许你们是通过媒体网路认识的 总之呢 你的一些消息会通过第三方传到他的耳边 让他对你有更多的一些了解 那另外呢 也有可能 你的很多生活状态 或者是你的很多的思想 当下还没有跟他做到一个完全的 交流 他会偷偷的去关注你的社交媒体 去看你的朋友圈 那近期 你会是怎样的一个想法 你有怎样的一个梦想 你的生活状态呢 是什么样子的 他可能会通过第三方 对你有更多的一些了解 也许面对面的时候 他去问你 会过于的尴尬了 不如说 先通过媒体 对于你有更多的了解 那未来呢 也懂得投其所好 也知道聊天的时候 不会聊死聊尬 而是知道找什么样的话题 让你愿意更加的开放 让你愿意跟他在一起呢 更多的乐观舒适 目前呢 他会非常的在意你哦 你是他的一切 他对你呢 也有很多的一些肯定 对于你外贸的肯定 形象的肯定 思想的肯定 你做事方式的肯定 你的修养品质 他都挺满意 都挺喜欢的 而且他对你呢 之前是有一些幻想 现在他已经抛开这种幻想了 他只想 踏踏实实接地气的 去跟你建立美好的关系 他希望 自己更加的主动一些 他想伸手去牵住你的手 也就是说 他想去创造更多的机会 让你安心 跟他有更多的交流 跟他有更多的一些交往 在你们之间整个过程里面 认识的过程里面 他都希望以你的舒服感 为最终目标 就是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你想吃什么 他是跟随的 你想玩什么 他是跟随的 你心情怎样 你想有怎样的一个自由度 他都是跟随的 希望呢 你可以好好的爱你自己 那希望呢 你可以更多的自我一些 因为也许他当下 还不知道如何去计划你们的约会 如何去讨你欢心 所以他还属于一个观察者 这样的一个角色 还在通过水晶球 或者是通过第三方 去试探你 去审开你 去观察你 你到底喜欢什么 你的爱情观啦 你的性格啦 那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呀 他其实都在观察你哦 观察你之后呢 看清楚之后 他就会随你的意 这份情感你是可以当主导的 他是呢 可以去做一定的妥协 那可以去做一定的忍让 他不会太过于的自我 他希望你更加注重你的感觉 他希望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你玩的开心 他自然也就开心了 这一点他的性格还是蛮好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这份情感 那你应该怎么做呢 你们之间的发展如何 其实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哦 你们磁场还是比较相和的 你们在一起也会发展的比较顺利 是老天爷宇宙是会帮助你们的 让你们之间没有太多的困难 没有太多的挑战 两个人也不会太过于的被动 你们的性格呢 也算是比较合的 其实有时候想法不同 三观不同 但是确实是可以达到一致 是可以共同去合作的 而且两个人呢 也可以慢慢的越来越团结 越来越和睦 本来在情感里面呢 大家都是没有太多冲动的人 也不想给对方任何的压力 所以会有更多的机会 那让你们两个人 有更多的一些合作 有更多的一些交往 有更多的一些深入交谈 爱情浪漫的火花 是有的轻轻的一抓就抓住了 也许有时候你不知道 未来你们到底会走到哪一步去 但是更多的是在享受当下 不会有太多的一些猜忌 那不会太多的去专注到 对方到底在想什么 自己说的这个话 自己做的这个事情 对方是觉得舒服的吗 不会有太多这方面的一些焦虑 只要关注在自己 自己当时想跟对方在一起 轻松的快乐的那就很好了 其实这一种状态呢 也是他想要的 你们之间当下还没有完全的坦诚 还是有一些隐私 或者是有一些欺骗的 但是这个欺骗呢 并不是在一个坏的心思上面 也许是一些善意的谎言 但都是芝麻蒜皮的小事情 没有太大的麻烦 而且感情确实会走得越来越舒服 至少来说你们之间的这种熟悉度呢 也会越来越加深 说实话 他觉得你们之间的情感当下 还是有一些压力 或者是有一些限制 有一些挑战的 也许这些压力来自于别人的意见 来自于自己他本身的一些犹豫 或者是他感受到 你对于你们之间的关系 并不是很积极 不太知道你到底对他是否有很喜欢很专注 所以有一些不确定性 而当下呢 两个人还不能非常自由的去表达自己 或者是完全的投入到这份情感里面 他希望你们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机会 去努力解除你们之间的一些束缚 解除一些可能太多的杂念 让两个人可以有更多的积极的变化 更加的自由或者是更加的平衡 他想要去做一些动作 来改变你们关系中的一些困难 所以也会去寻找解决方案 也会希望让你对他有更多的一些肯定 更多的一些喜欢 想要情感更加的亲密 或者是更加的顺利一些 无论你们之间当下情感的走向 他还是在往积极的一个方向努力 还是保持着正念 保持着希望 不要让两个人的情感有太多的一些精神紧张跟压迫了 希望复合大家的友情观 爱情观 真心的想要建立比较简单的 让你们的关系可以更加的平衡 不一定非要到天荒地老天长地久 最主要的是在一起有足够的幸福感 在一起可以传递给对方更多的喜悦 那更多的玩乐 更多的开心 那也就足够了 所以他的心态是放得很正的 那么选择这组牌卡的灵魂家人 你对他又是怎样的一个期待呢 如果好好地去经营这份情感的话呢 确实是可以建立很成熟 很稳定 很舒服的爱情友情关系哦 这个人呢是可以珍惜的 你们可以彼此给到很强很好的力量 亲爱的 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 记得点赞 记得留言 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 亲爱的 接下来我们来接收宇宙给你的讯息 那么你心中的这一个人 请你现在开始想一想你们的联系 我来为你们抽牌 无论今天你是占卜同事 同学朋友 还是自己喜欢的人 还是自己爱情中的人都可以哦 只是在一些语言上面 稍微做一些转换就好了 当我讲爱情的时候 如果你测的友情 那么你就可以转换成友情这两个字好吗 你就会比较清楚了 宇宙给你的讯息是什么呢 第一张牌卡是一张结束牌卡 第二张牌卡呢是房子就感觉好像很正统的牌卡 有一些事情结束有一些事情开始也可能会进入到另外的一个阶段里面 你们之间的关系呢确实是会进入到一个转折点 也许他想给你情感更进一步 还有可能他想跟你建立非常正式的关系 让两个人有更多的承诺 让两个人有更加的亲密 更加的正同 希望你们不仅是朋友或者是恋人 更希望你们可以成为家人 互相的支持 互相的帮助 希望大家呢是有很强的信任之心的 而且不要有任何的一些控制 两个人的情感呢 更加的开心 enjoy 像我们的狗狗一样 开心就在一起 那不开心的话呢 就各忙各的 不要有太多的一些抱怨 或者是比较了 希望两个人的情感有更多的正能量 他会觉得你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 你这个人呢是善良的 大方的 慷慨的 也愿意去助人为乐 也有足够的同情心 对于可能比你弱小的人 你更愿意给予保护 更愿意给予照顾 你有自己的慈悲心肠 他会觉得 如果跟你在一起的话 自己肯定不会受到伤害 应该 你不会 有任何想要背叛他 或者是想要欺负他的心思 这些应该是没有的 也有可能呢 他会觉得你给他带来一些疗愈感 也许他对于情感已经有一些死心了 或者是他可能觉得同事之间不可能有纯真的友谊 但是你会让他对你心怀希望 让他去没有太多极端的这个想法 或者是也许他觉得爱情 还是要更加现实 不要有太多的一些浪漫 太多的一些幻想了 但是跟你在一起呢 他会觉得你是一个他愿意心甘情愿奉献的人 不愿意有太多计较的人 所以会让他在思想上面呢 有一些转变 或者是当下呢 他确实想跟你A关系有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接下来也抽到了这张转折点 这张牌卡哦 你们之间的能量还是蛮强的 而且两个人的情感关系发展 是在一种很有信心 很温柔 很中庸的关系 两个人其实对彼此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呢 并不是很强的纠正彼此 或者是让彼此去做太多的一些反省 而是也许在一些语言上面 也许在一些行动上面 会给到对方一些小小的领悟 这种领悟呢 可能会让自己接受更多的智慧 更加的明智 做一些清晰的判断 感觉你们两个人是有一些共鸣的 而且彼此也会给到 大家一些更多的穿透力 这样的一个磁场能量所在 其实你们的情感是可以稳定的进展的 当下呢 你们的认识 你们的交往 你们的交流 一切都是在正确的时机 对方很可能就是对的人 而且两个人的情感呢 缘分还会比较长哦 不会很快速的就断了 如果你正在占卜的这一个人 他是你的前任 或者是你之前断联的人 很有可能你们会再一次的重逢 你们再一次的旧情复燃 两个人也许之前没有太多阳性的能量 但是呢 看见当下 其实你们对对方都有蛮多积极主动的想法的 都有很多的一些互动的能量 有更多的一些任性 遇见你们之间的挑战跟困难 那么一起去克服 没有人是想要放弃哦 没有人是想要真正的离开的 而是面对的这种阻碍 是有重新去除 那么重新出发 两个人的关系 也许之前有一些不和 但是没关系 更多的给予足够的力量 坚信可以在一起起 给予足够的积极乐观 去让两个人情感破冰啊 去让两个人情感升华啊 去让两个人愿意进入到更深的一个层次里面 不会只是停留在一个肤浅的关系里 他对于你呢 好像也有更多的了解了 所以 他想 跟你建立心与心之间的对话 更多的坦诚 也更多的自由 更多的尊重 更多的理解 更多的放松 他有看到自己身上 可能自己做的不够好的地方 之前对你的一些态度呢 也没有非常的明确啊 或者是让你的情感出现了一些混乱不安 他会 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想要更加的真诚 想要更加积极的去做表达 让两个人的关系更舒服 胡思乱想 或者是患得患失的 反而会破坏这份情感 所以他想去更加做一些积极的事情 更加做一些有意义的动作 说一些甜美的话语 让你愿意安心跟他维持关系 你们之前可能有过不太好的回忆 或者是不太好的经历 他希望你忘掉这个过去 那真正的重新出发 真正的在可能2024年这样的一个开启的阶段 他也希望万事呢 都重生 那万事都开启 希望你们之间的这种情斗 小草不断的去进行一个发芽 内心里面对你还是蛮有期待的 具体他内心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呢 他其实当下没有太多自我的一些保护跟限制 觉得两个人是可以交流的 两个人是可以进一步的 是的 我想重新开始 之前他有做的不够 他也许计划不好 那或者是自己在跟你面对面约会聊天的时候呢 没有做到足够的讨你开心 足够的让你觉得自由轻松 也许他有一些给予你压力啦 给予你精神紧张感啦 或者是在这份情感里面过多的一些控制了 现在知道他有做错的地方 但是他也知道一个巴掌拍不响 可能两个人身上的兜兜说少少有一些毛病 没有关系 有毛病或者是有不和 或者是有沟通上面的障碍 就一起去解决就好了 他也并没有想要去推卸责任 现在他很在乎你的想法 很在乎你对你们之间情感的一些态度 其实他很喜欢你哦 他经常会梦到你 经常会幻想你们在一起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那如果说你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你们一起去合作共同的项目又是怎样 你们一起去组建团队 组建公司又会是怎样的 有时候他会觉得你给他带了很多光明的能量 也许你身上的这种积极量 也许你身上的这种上进心 你的这种积极的智能量 那你的感染能力是会给他更多正向的一些想法的 他知道自己也很多的瑕疵 也有很多的缺点跟毛病 但是如果跟你在一起的话呢 你可能会给他更多的一些启发 你可能会让他有更强的适应能力 也会让他有更加的一些弹性 有时候你的话语虽然是比较重的 可能也是比较直接的 但是这种不同的想法都是出于好心 也许是一种忠言逆耳 也许是有行动上给他的一些压迫 让他看到自己的一些不足 无论如何 即使当下他出现一些叛逆的 消极的一些情绪 但情绪过后他会理智的去思考 看到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是可以 一加一大于二的 是有很多的力量 有很多的能力可以去激发出来 不过之间你们的关系 未来是怎样发展的 他还是随你愿 你希望做朋友的话 他愿意跟你做朋友 你希望你们现在只是恋爱 不结婚的话 他也愿意 你希望你们之间只是单纯的同事关系的话 其实他也愿意 不想让你有任何的为难 不想让你有任何的一些难堪 只要你轻松舒服就是最好的 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 他一个人在那边努力争取 但是你在这边退缩的话 那只会增加很多的一些浮躁 跟不开心 在这些想法上面还算是比较成熟的 你们之间的关系 可能还没有到很亲密的状态 但是至少来说 大家比之前有更加的熟悉 也会有更多的这种开放性了 当下还不是果实成熟 可以摘瓜果 是有成就的时刻 还是需要更多的一些努力的 他不想放弃 也不想自己一个人 他还是希望你们可以共同的 去做一些改变 你们可以共同的去滋润更多彼此的情感健康 让两个人心与心之间 有更多深层次的交谈 希望跟你有更多的一些流动 一起去玩乐 一起去参加活动 一起去约会 一起去旅行 一起去做很多有意义 有趣有价值的事情 那如果你出现任何的困难 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 他都很愿意去帮助你的 而且他对你真的也算是 他其实想送你礼物 他其实想送你鲜花 可能他想给到你就满足你的需求 有时候你在他的面前 会像是小孩子一样 即使他是女生 他可能都很想要去照顾你 或者是保护你 或者是给予你 其实心思放在你身上 是想给予你多一些的 这种奉献的 当你在 需要他的时候 其实他比较满足 他当然也想做你的英雄 他当然也希望获得你更多的尊重 让你更多的敬佩 所以如果你需要 让他给予你任何帮助 在他力所能及的能力之下 他都是愿意的 而且当他可以帮助你去完成一些事情 而且当他可以给到你一些快乐 给到你一些满足的时候 他自己内心也是非常的满足 也是非常的开心的 会以你的需求为第一标准 他会去做一些妥协 会去做一些让步 内心里面呢 他真的很蛮喜欢你 他会觉得 你们两个人是有很多灵魂上面的共鸣的 很多时候 他可以懂你的需求 你也可能会懂到 他想要什么 其实 对于有的灵魂家人来说 之前呢 你们可能经历过一些浮躁的情绪 经历过思想的一些对立 无论如何 在弯弯绕绕之后 正是因为之前出现了一些矛盾 可能当下解开了这种误会 或者是有解开这种心结的机会 当真正的解开之后 反思之后 会发现彼此其实是蛮适合的 因为大家愿意去为了让这份情感更多的发展 而去做自我的一些检讨 本来你们就不可能 我们在人生中不可能很容易遇到一个三观相合的人 那么都是需要去磨合的 你们的这个磨合期过了之后呢 好像还是很认可对方 觉得对方依然是自己期待的理想的恋人样子 而且在这个情感过程里面呢 也学习到了蛮多的技巧的 在情感不论是友谊啊 还是爱情啊 还是同事之情 同学之情 你都知道如何去维护了 你也知道两个人的人际关系 如何去处理 如何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 如果一条道路走不通的话 也换着一个方法去解决的 大家有心去在一起的话 总是可以克服这些挑战的 慢慢呢 好像自信心也越来越多一些了 信心也越来越多一些了 那么在对彼此的这种思想沟通上面 也有更多开放的交流 会更加的大胆一些 会更加的直接一些 会更加的深度一些 虽然可能在感情里面 还是有比较幼稚的一些地方 还是有不太懂得体贴 不太懂得感同身受的地方 毕竟都不是好像有很多情感经验的人 都不是那种很懂得花言巧语 很懂得爱情游戏的人 真正的就是很单纯的 像狗狗一样 没有太多的一些要求 只想要双方在一起开心 想建立纯洁的友谊 其实本质上面呢 还是很单纯的 正是因为有这种 我想跟你在一起 我想我们开开心心的 我想我们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 保持着很友善的这种心情 去进行情感的交往 打着这样的一个本质 自然而然如果没有太多的一些挑剔 没有太多的一些嫌弃的话呢 实际上情感还是会走得蛮好的 大家会进入到一个很平衡 很中庸 很自由 很舒服 并且保持独立的关系 双方也会给彼此带来很多 积极的想法跟积极的能量 现在 他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他可能还不能尽快的 去做很强的动作 也许是追求你 也许是约会你 那也许给到你承诺 心里面他是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计划跟想法了 但是当下呢 他会觉得不在一个很好的时机点去告白 或者是不在一个很好的时机点去求婚 去求爱 他还没有准备好 就是近几个月 当他做到足够好的调整之后 他应该就会做很积极的动作 但是当下呢 也就是说这一个月之内 可能他还要处理一下自己生活中的麻烦 他现在生活并不是非常的顺心顺利 他可能也有一些混乱的地方 可能也有一些资金缺陷的地方 或者是他还没有发工资 还没有办法去给到你礼物 还没有办法去可能花钱约会你 去给到足够安排好求婚的场所 所以他也需要一些金钱上面的支持 他也需要自己生活事业上面更加的稳定之后 可能他就会去做很好的表白 他就会去创造机会 这份情感呢 多一些耐心就好了 你们之间呢 也会不停的有这种动态的联系 可能手机短信啦 或者是网路邮件啦 都是会有你来我往这种讯息所在的 不会出现断联 即使有一些朋友 你们可能现在还没有太多联系 但应该很快就会慢慢的 雨过天晴 就会慢慢的开始再一次联系起来了 那么之前可能有失去过 再一次联系之后就会倍加的珍惜 也许之前呢 有过其他的阴差阳错 但是再一次聚在一起之后 会更加的成熟 会比之前那种极端或者是幼稚的状态要好很多了 他也会更加的保持着一个 让彼此更加相信 更加安心的这样一个形象出现在你的身边 在这份情感里面呢 他是希望自己有足够的责任之心的 他想成为靠谱的那个人 希望你可以相信他 希望他可以给你带来足够的安全感 这种安全感呢 不仅是精神上面的安全感 在金钱上面的安全感呢 他也想给到你哦 所以内心对你是真实 诚意的 而且很喜欢你 他也会像一个小狼狗一样的等待着你更加的喜欢他 等待着你对他更多的一些肯定 更加的一些放心 他想牵你的手 一起往前走 你既然是一个非常让他满意 让他安心的人 那么他也想把这样的一个幸福回馈到你的身上 所以亲爱的 在这份情感里面 你占卜的这个人 你对他是怎样的感觉呢 如果你也是正能量正面想的话呢 那么其实多多的创造机会 让彼此有更多的联系吧 至少目前我感受到你们之间的能量呢 没有太多的复杂 也没有太多的虚伪或者是欺骗 都是抱着一个很好的心 希望有很好的感情拓展跟发展的 好 亲爱的 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 希望这个视频呢 给你一点点有价值的讯息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 请记得留言哦 帮助老师把这个视频更多的发展出去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亲爱的灵魂家人 我们来接收宇宙给你的讯息 看一下你心中想的这个人 你们之间是怎样的缘分 当下他是怎样的想法 请你心中想一想这个人 来加强牌卡的联系 另外呢 今天的占卜是 可以撤朋友 可以撤同事 可以撤同学 可以从暧昧者 或者是已经在恋情中的人 那在老师做牌卡解读的时候 你只要把爱情转换成友情 感情之类的就可以了 好吗 自己进行转换哦 好 我们来接收宇宙给你的讯息 一个有钱的人 成功的情感 诶 宇宙给你的讯息是比较强的正向能量 那可能也有一些军人的气质 很自由自在 小孩子 非常棒的能量耶 这个人他的条件是蛮好的 他要么家庭条件比较好 要么就是自己是蛮有能力 蛮有才华的一个人 凭着自己的技能 他是可以获取足够的金钱的 也可能他自己本身呢 很懂得赚钱 很懂得去储蓄 很懂得理财 在于金钱储蓄价值上面 他是可以获得高的利润的 也有可能他是一个潜力股 在他从事的领域 以及在他人生的未来空间 都有很大的一个发展拓展 他是可以让自己的生活 足够的无忧无虑 足够的丰富的 这个人的能力很强 而且他也有军人的品质 很多时候呢 是可以做到一言一行 都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很多时候呢 都是有客观啊 公正公平的决心的 而且他可能 非常的正直 很注重自己的形象 也许他很爱国 那也许 他很愿意助人为乐 也许他是非常行侠仗义的人 他其实跟你在一起 会觉得比较自由 是可以很轻松自在的去交谈 去联系的 而且他没有太多思想上面的捆绑束缚 可能在自我表达上面 在跟你交流上 他不会想的太多 也不会想的太复杂 更加的简单化 跟你在一起 就是很自在 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他有自己的原则 有自己的界限 他会首先尊重自己的感觉 如果自己跟你在一起 他觉得舒服 他就会多的交流 如果跟你在一起不舒服 能量不结合的话 他也是会离开 不会逼迫自己 要去拍马屁 或者是要去迎合谁 或者是要去应酬 他没有这方面的一个 低三下四的情绪所在 因为他有军人 很刚硬 有比较阳光 阳刚的气质 很有力量 也很有能力 如果他是女生的话 他也有男生 很阳刚 这方面的力量 很独立 不在情感上面 依赖他人 不会为了金钱物质 而去委屈求全 其实他的想法 是很简单的 他只想自由自在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人生不要有太多的一些欲望 太复杂混乱的情感了 所以他很想要遇到 和拍的人建立长久 稳固成功的情感 不希望玩太多的爱情游戏 也不喜欢在感情里面 过于的被动 他并不是一个被爱情感动的人 是他不喜欢的人 再怎么样追求他 或者是再给他很多诱惑 他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他可能会追逐 自己想要的恋人 自己想要的生活状态 对于自己的未来 他有一些自我的一些标准 而且他可能不会去更改 自己的标准 也不太会去更改 自己的爱情观 自己的婚姻观 他有自己的人生步骤跟计划 但最主要的是 在感情里面一定是一种轻松的状态 不会以结果去谈恋爱 也不会太过于要去控制谁 要去霸占谁 要去征服谁 他喜欢双方就是很独立 很自由的情感关系 两个人有时间的话 就在一起一起去玩乐 一起像小孩子一样 简简单单开开心心的 一旦情感出现了捆绑 或者是压力的话 他可能就会离开 当然他会尽可能的去解决 这些情感的挑战问题 但是确实大家不是一路人 没有办法三观相合 没有办法很好的在一起去做沟通交流的话 他是会转身离开的 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 浪费太多的精力 这个人对于情感 实际上是比较专一的 而且他也有自己的忠诚之心 毕竟他有军人的品质 很忠心 很愿意奉献 一旦在感情里面 他确定对方是自己想要的人 确定了自己真心之后 他就会有足够的忠诚 不再去三心二意 即使别人想要诱惑他 他都会拒绝 也会清清楚楚的表现出来 这一点上面呢 他真的很适合成为 很好的合作者 很好的同盟 很好的朋友 或者是很好的恋人 你们之间的关系会怎样的发展呢 他的品质不错呦 你们两个人 其实会建立非常单纯的情感 两个人呢 都是很天真的 很真心实意的喜欢对方 而且真正是因为感觉而在一起 又不是因为一些外在的条件 外貌长得好看啊 或者是外事业很好啊 或者是很有金钱物质条件很好 不是这些外在的东西 而就是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感觉很好 慢慢的接触之后呢 两个人是有共鸣 是有这种情感的电流 在你们中间去牵引彼此的 但两个人又有很多的不同性 两个人可能 有一些生活习惯不同 有一些思想不同 或者是有一些未来的梦想不同 会有一段时间的不合 这样讲 刚开始的时候 两个人其实是对对方 有一些好奇心的 是保持着新鲜感的 觉得很有趣 这个人呢 跟自己有一种熟悉感 而且两个人可以玩到一起 觉得非常轻松自在 在交谈的时候呢 不会出现很陌生很尴尬 有一种一拍即合的能量 所以可能会相约一起玩 这情感建立的 还是比较顺利 比较敞亮的 但是在越来越熟悉之后呢 会发现两个人是有一些差距的 很多想法 或者是很多的人生经历 其实都不太相同 那么过往的人生经历呢 会带给彼此一些不同的 爱情观 不同的友情观 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呢 可能会出现一些分崩离析 可能会出现失望啊 矛盾啊 对立啊 或者是断联 也有可能大家有各自的一些人生使命 有各自的一些生活事情要去做 那么在实现自己梦想的时候 就忽略了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情感联系 可能就会淡出这份关系 但是两个人的缘分是比较持久的 所以即使淡出了 即使断联了 最后呢又会聚在一起 最后呢可能又会重逢 那又会再一次的联系 又会再一次的合作 所以慢慢的又会团结一致 又会彼此参与 然后又会结合 或者是又会雨过天晴啦 又会破镜重源啦 又会复合啦 所以两个人呢兜兜转转啊 会有分开 但是也会有重新去审视这份情感 然后去除旧的负能量 然后保持着正能量 重新的去结盟 有这样的一种能量存在 你们之间的情感呢 也有一些冒险 也有一些移动 也有一些适应性 都会去克服一些不熟悉的事情 可能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上面呢 没有太强的一个技巧 没有太多的一些情商 都是要去学习 都是要去慢慢摸索的 在互相交往的这个过程里面呢 都会去扩大自己的一些视野 都会去扩大自己的格局 那也会保持着一个开放的心 聆听对方不同的声音 也会去看到自己可能做的不够好的地方 然后去做一些修正 当然选择这种牌卡的灵魂家人 有的可能你心中想的这个人 会陪你人生比较长一段时间 有的可能会陪伴你人生短一些时间 但总的来讲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还是蛮潇洒蛮有趣的 充满了很多的丰富跟刺激 那么当下他对你内心的呼唤想法是什么呢 这个人可能也有自己比较固执的地方 他也很可能是属于那种 有时候不会有太多的思想敏捷度 不会太容易转弯 是比较认死理的人 他在你面前非常的坦诚 他想到什么 他就会说什么 他不想要隐藏 他也不想欺骗 因为一个欺骗就需要很多谎话来源 他并不是一个奸诈 或者是很有计谋谋略的人 他是凭着自己的正职跟技能去获得事业成功去赚钱的 所以不想有太多的小心思 还算是比较大气 不会太过于的心思细腻 或者是斤斤计较 他可能不太知道 你对他是怎样的一个情感 至少来说他没有完全的确定 他不知道你想跟他建立怎样的关系 你对他有多喜欢 你是想跟他结盟 是因为他的性格 是因为他的外貌 是因为他的外在条件 还是你真心的 即使他什么都没有 你都会跟他在一起吗 你们两个人心与心之间的这种坦诚对话 还没有完全的开放 至少说他还没有完全的确定你的想法 但是他是蛮在乎你的 很喜欢你 他很多时候呢 都会梦想着 你会幻想两个人 有更多的情投意合 有更多的成功 甚至很有可能 还幻想着要跟你建立家庭 要跟你有baby有小孩子 那这个呢 如果你们是同事的话 他可能就会幻想 你们未来有共同的事业 你们可以去利用你们的才能资源整合 共同的去创业创办公司 那这个公司呢很有可能就是这张小孩子的一丝牌卡 当下他想占有一席之地 在你的周围关系里面 他想有一个地方 可以是站住脚跟的 也是你真正的在乎的 不会忽略他 你可以珍惜他这样的一个朋友 珍惜他这份情感所在 他希望他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另外呢 他觉得你特别的性感 他很喜欢你的身体 他很喜欢你感性对他的诱惑 当然他很想跟你有很多的肌肤之亲 想跟你有非常激情的暧昧 有这种兴奋感 如果说你们是朋友的话呢 他其实就希望大家真的是赤身裸体 在彼此面前可以非常真实 可以非常坦诚的 不用去做任何的猜忌 也不用有任何的这种包装 不用任何的情感包袱 你们两个人可以建立很强的知己关系的 他会觉得两个人其实是可以有更多的一些磨合 可以一起去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去认识新的朋友 去新参加一些活动派对 去一些自己大家没有去过的地方 两个人其实这种缘分 他会觉得很奇妙 所以如果有这样一个可以成为自己好朋友 或者是成为自己恋人的人出现 他真的是很想要好好地把握 对你他其实有蛮多的期待跟希望的 他也有很多的思念 很多的一些想法 很多的一些计划 显然两个人一起去实施 一起去做 哇 那圣杯石这张牌卡 是一张非常强的家庭牌卡 那代表着他真的很想成为你的家人 大家可以亲密无间 可以互相真的非常地支持 互相的这种帮助 这种关系就是很紧密的美好心愿了 所以他对你的想法非常地积极 而且他想两个人越来越开放 不要有太多的一些界限了 可以越来越熟悉 一起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好强的正向能量 他内心真的对于你们这份情感 他是充满很多积极跟乐观的 他觉得你们两个人完全可以创造很光明的未来 而且如果遇到任何现实的挑战的话 他是不会轻易的去退缩的 他愿意去游客纲 他愿意给予耐心慢慢的来 两个人有更多精神上面的连接 有更多思想的沟通 可以一起去欣赏艺术 一起去博物馆 一起去看演出 一起去做很多的一些交流 但是好像现在他对你的期待 渴望是非常浓厚的 是不是他有点一厢情愿呢 他会觉得在你们相交往的这个过程里面 你对他并不是很在意 也许你有很多的追求者 也许你对于你们之间的未来还有一些恐惧 总之他会觉得你不会接收他的每一次邀请 你是有一点排斥他的 或者是你现在觉得自己的人生状态蛮好 不想让他参与到你的生活之中 还是你需要更多的审判呢 因为这张牌卡看到 好像你就坐在树底下 然后呢 他是想要跟你喝酒 想要约会与你的 但是呢 你好像对当下自己 很舒适的坐着的这种状态 非常的满意 并没有想要接过这个水杯 或者是并没有想要呢 拿起地上的水杯 跟他碰杯的 可能这也让他觉得 有一点点的失望 有一点点的拆不透 不知道你确定在想什么 他可能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你也没有给到一个明确的回答 那你接受这个水杯吗 还是跟他一起共饮呢 到底你是怎样的一个想法呢 他还在审判 不过他是有耐心的哦 他就像这个羊羔一样 就坐在这里 非常的和平 非常的舒适 因为他会觉得通过自己 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努力 至少来说你是可以接过这个水杯的吧 在这份情感里面也许你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考验他 去看到他的真心 也许你们呢也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有更多的一些熟悉彼此 去增加一些信任度 所以慢慢的来不着急也没有关系 至少来说 他把这个水杯递出来 你的表情并不是说不爽的 或者并不是说很不喜欢的 可能你也在等待一个好的时机 或者是一个好的机会吧 那目前呢 两个人确实还没有很强的语言沟通 或者是很强的精神联系 还需要彼此有更多真心的付出 或者是还需要借助现实的一些力量 让宇宙给予你们更多的一些机会 真正的可以去做强有力的交谈 强有力的交流 他对你的真心是确定的 那这个呢 不用再去猜疑了 所以亲爱的 你对这个人是有怎样的一个想法呢 那宇宙呢 会给你怎样的建议哦 看看 看一下 宇宙给你最强的建议是什么 我们抽取三张牌卡 心动 失望 没有办法建立很亲密的关系 但是宇宙呢 主体的意思就告诉你 不要有太多的担心跟恐惧了 请尊重你自己内心的决定跟感觉 不要看到这个结果 也不要被周围的人所影响 因为也有可能周围有干扰你们之间的能量 也许有的人会站出来告诉你 你们不合适 也许呢 有的人也可能是你的前任 或者是你之前情感给予你伤害的人告诉你 不要完全的奉献哦 你要有所保留哦 你要 给自己更多的一些安全感哦 如果你 你 奉献了的话 那万一 那万一大家不合适的话 又要经历伤痛了 所以第一不要以结果去谈恋爱 因为只有真正的交往之后 只有真正大家磨合之后 只有大家真正的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之下 你才能看到两个人能不能有相同的生活习惯 两个人是不是可以过日子的人 然后那个时候你再去决定结婚 其实是最理智的一个状态 如果在还没有谈恋爱的时候 还没有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在判定这个人是不是和结婚 那就是幻想 那就是乱在思考了 另外呢 我们每个人都有情感的伤痛 不要去记住那一个情感的伤痛 而是之前的感情不合适 我们才离开彼此的 不是因为我们不喜欢对方而离开的 真的是不合适 在这份情感里面呢 我们依然记住对方的好 因为对方的出现才会让我们 有更多爱情技巧的积累 更多的成长 所以望向过去的爱 最主要的是从中吸取经验 从中吸取教训 再展望未来的爱 如果未来出现了让你心动的人 让你喜欢的人 那就去争取吧 那就去追随自己的心 不要太多的用头脑的思考 或者是自己的一些消极的能量 去做判断 去束缚了自己对爱的期待 我们人生中出现的每一个人 都是有价值的 都会让我们感受更多体验更多 我们人生中出现的所有的这种情感呢 也是非常甜蜜的 也会让我们享受这个爱的过程 人生一定要有酸甜苦辣喜怒哀乐 那也要有离别 也要有伤感 但同时也有幸福 也有快乐 所有的这些感觉都是体验 你只有体验够了 你只有都去体验感受了 一种动物了 所以你完全可以把自己放开了去玩 放开了去感受所有想要接触的人 想要去做的事情 你是足够自由的 请你开开心心的去感受爱的能量吧 如果这个人呢 你是喜欢的话 那就找机会去建立情感 它是非常积极的 你也把自己调动起来非常积极的 那么自淡而然就会进入到一个 互相敞开 那互相和谐 互相恩爱的关系里面了 好吗亲爱的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占卜视频 记得点赞哦 也记得多多的留言 把这个视频分享给更多的朋友看 希望今天的讯息给你产生一定的价值 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咯 拜拜